大家好 我是钱一家 现在在纽约 斯达克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3年5月8日 星期三来自于美股全年交易和收盘的最新信息 斯达克是在今天 在昨天创下了新高之后 今天进一步的出现上涨 特别是道指在昨天冲破了15000点 符伦普派500指数也是保持上涨的一个态势 道指在收盘时上涨0.3% 报15105.12点 符伦普派500指数上涨0.4% 报1632.49点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5% 报3413.27点 在今天的进一步是受到公司方面的信息 进一步的影响的市场 而在交易方面可以看到经济数据方面 并没有最新的一些资讯 在汇市方面可以看到美元在今天 对于不管是欧元 英镑和日元 都是呈现走软的 所以支撑了大宗商品的交易 在今天进一步的出现上升 黄金的价格在今天上涨最后 每盎司1473.70美元 那接近了市场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压力线 1475美元 到底能不能冲破 似乎都会决定黄金未来后市的走势 不过市场人士还是非常看好的 另外由于中国方面较好的进出口的数据 也是支撑黄金进一步的出现了上扬 另外原油之达哥在今天 跟随最新的来自于原油库存的数据 上升20万桶这个消息 是由进一步的出现攀升 已经达到一个月的新高 每桶96.62美元 那使得能源等板块在今天 都是表现的相当的强势 再来关注一下距离公司方面的消息 首先关注一下Delta航空公司 在今天提高他们最新的鼓励 那这样一来刺激了整个的股价 在今天上下弧度超过3% 再来关注一下微软公司 虽然有消息称叫Yahoo公司 似乎希望中断和他们在搜索等方面的一些合同 但是还是进一步的延长了一年 另外有消息称叫斯科在欧洲方面 对他们控告 希望阻止他们对于skype的进一步的收购 目前这个消息之后 看到微软公司的股价在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再来关注一下邮寄方面的一个公司 这个EA 他们在昨天盘后公布的最新的业绩 基本和市场的预期持平 同时他们表示在未来会有效的控制成本等方面 因此刺激他们公司的股价 在今天大幅飙升超过17% 再关注一下就是宝洁公司 在今天大的投资人Ackman 对他们有较为牛市的评语 支持他们的股价在今天出现了明显的上扬 再把我们的焦点的关注 在麦当劳方面 他们由于在亚洲方面的销售 而出现疲软的状况 造成他们在上个月份的铜店销售有0.6%的 全球方面的一些下滑 使得股价也跟随出现了一些下落 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就是Fewson I.O 那这家公司呢 他们的首席执行官Fling呢 已经辞职 并且有新一任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上任 而Fling本人呢 表示他将寻求新的一些投资方面的机会 造成股价在今天啊 缩水接近19% 以上就是周三 美国股市收盘时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家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